厄运继承 TikTok上的一位网友在前不久继承了一座老祖母留给她的房子 整栋房屋的内部异常昏暗 阳光仿佛无法照进这里 走在老旧的木质楼梯上会发出年代感十足的声音 对于继承这里 该网友表示自己又惊又喜 不过在住进去几天后 一些难题就摆在了她的眼前 随后 她仅存的一丝兴奋也荡然无存了 这一晚 躺在老床上的视频主正在睡觉 储物室的门却突然响起了沉重的一声 都觉得自己怎么会遇到敲门声呢 怀揣着这样的疑问 心怀恐惧的她 由于再三还是决定走过去查看一番 独发掌瘍气响起来 又是最好 这是录像最初的画面 请注意小丑的头 他原本面向视频主的床摆放着 然而当视频主在储物室内查看无果准备关门时 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 那一刻小丑的头不知为何竟转向了他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房门也响起了声音 目前视频主已经将这个诡异无比的小丑玩偶 放到了单独的房间内 然而这真的能阻止他吗 被继承的这栋老房子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或许视频主在这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电视机上的鬼脸 即将分享的这段毛骨悚然的视频 来自Reddit上的一位用户 视频是在一家Soba酒店内拍摄的 不过该用户并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一家 注册劳顿后的他入住了那里 并且在整理过后打开了酒店房间内的电视机 正当他开始扫描频道时 一张令他惊魂时破的鬼脸出现在了电视机的屏幕上 在白色雪花点的中央 浮现出了一张依稀可变的脸孔 作为目击者讲到 视频的右上角显示出了Plus TV的水印 这似乎是一个已经解散了的芬兰电视台 电视制造商是三星 不过以上的信息并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关于鬼脸的线索 同时屏幕上仅仅出现了画面 没有任何的声音 当他们切换到其他的频道时 并没有出现任何不妥 右上角的水印标志也消失掉了 这段视频吸引了许多超自然爱好者 一位在汽车旅馆工作的网友评论到 他在工作中见证过许多个自杀事件 不过最令他记忆犹新的是 在某个午夜刚过的凌晨 他接到了一个来自301号房间的电话 电话被接通的最初 背景中只能听到嘈杂的静电声 正当他感到困惑时 一个老人的声音响起了 老人又听起来很害怕的声音说着 你好你好 这位网友当即回答了老人 但是对方却似乎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 于是他根据房间号看了眼 电视屏幕上的入住信息 这一眼却让他的身体从头凉到了脚 301号房是空的 房间里没有人 随后他拿着钥匙打开了房间 同样只看到了干净平整的环境 似乎那一天都没有人入住过这个房间 他从未被打开过 机车旅馆等场所一直以来都是灵异事件的高发地点 让我们重新回到作为目击者在苏巴酒店内遭遇到的现象 有观点认为这是电视台的故障引发的闹剧 不过这个观点已经无法被证实了 以上提到的那个电视台早已解散 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超自然现象 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接下来将要分享的是一位视频主家中发生的事件 自1997年以来 他们在家中经历了数不胜数的超自然活动 有时房屋中的鬼魂会进入休眠状态 然后又突然活跃起来 不过一波接一波的活动在那些年里 并没有对视频主义家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这个记录却在前不久被打破了 一个令他们 夫妻 这一天男主人独自一人待在家中 一些难以置信的活动出现在了他的周围 企图造成破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后 男主人拿起相机照向了活动出现的区域 那里并没有什么异常 也无法看到人为的迹象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 视频主一家的天花板上似乎出现了传送门 一些让他们肥琐死的东西从天花板上掉下 一度威胁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安全 一下这段录像显示了女儿遭遇到的困境 只见天花板上一阵闪烁 随后许多的勺子凭空出现并掉落在了女儿的面前 这一点就砸在了她的头上 甚至在另一段录像内 有三个传送门相继出现 第一个传送门丢出了一盒属于视频主的药片 第二个传送门掉下来了一大本书籍 最后一个则是将鞋子传送了过来 在以上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鞋子在被传送前的几秒钟突然消失掉了 有趣的是 反应迅速的男主人在第二个传送门出现后 就拿起了手机 他按下了录影键 将第三个传送过程系录了下来 天花板上出现了一阵闪烁的光亮 最后消失掉的那个鞋子掉下来了 一切都是在瞬间内发生的 传送门事件在接下来或许还会有进展 如此不可思议的现象 是恶作剧还是真实的超自然活动 交给时间来揭晓谜底吧 书房乐队 评论主Laney and Ben 分享了一些最近发生在家中的怪事 一下的监控录像显示了 几具室内的抽屉被莫名其妙地打开 紧接着相机捕捉到了这样的一幕 评论主Laney 可以看到 屏幕中出现了至少两个古怪的剪影 伴随着他们的现身 镜头中出现了更多的不明活动 以下就是这些东西在评论主家中的 其他杰作 一些奇怪的抛物现象出现在了镜头前 当然这并不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 一段近日录像的视频 记录下来了视频主家中 异常忙碌的厨房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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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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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嗯? 看上去鬼魂正试图在厨房中进行音乐表演 对于以上这些镜头画面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驱魔石鹿 这段视频记录了一位 印度尼西亚驱魔师工作的画面 其中的景象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地板下的女孩面部沾满了 疑似鲜血的红色液体 她的口中不断发出诡诀的笑声 女孩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被邪灵附着了身体 随后驱魔石将它从地板下面抬出 并包裹了起来 驱魔仪式将要开始 驱魔石将一些神秘的物体洒到了空中 随后又将特制的水浸倒在了女孩的身上 据称在此之后 女孩的情况逐渐好转了起来 驱魔石用捕捉的方式拯救了她 那么如此神秘莫测的仪式是否值得相信呢 来自意大利的超自然调查团队PIT 这次准备尝试一个臭名昭著的召唤仪式 他们称之为避除仪式 恰好平等主两人在自己的家中找到了合适的避除 这个仪式的规则是这样的 首先需要关闭房屋内所有的灯 让环境处于黑暗之中 随后准备进入壁橱的通灵者需要面对柜门两分钟 两分钟后便可以进入到壁橱当中了 接下来是关键所在 通灵者在进入的同时需要携带一包火柴 他需要立即点燃一根 并念诵给我光明或让我陷入永恒的黑暗 在火柴熄灭后 通灵者则需要重新点燃另一根 随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直到某些东西被召唤出来 当壁橱内响起一声叹息时 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到了 通灵者可以自己决定何时结束仪式 方法也并没有那么难 他需要从壁橱离开 并且立即关闭柜门 否则将会释放出被召唤出来的东西 有趣的地方是 平等主家中的这个壁橱更加独特 由于上面有一个挂钩的存在 因此需要外面的人将其打开 否则将无法逃离 这对于通灵者来讲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他的命运将掌握在另一个人的手中 在了解完所有的规则后 两人进行了分工 与平等主代笔打开了柜门准备进入 他的男友保罗则留在外面准备营救 仪式开始了 带比顺利地进入到了壁橱内 并且按不就班地完成了仪式所需要的步骤 现在就是考验他的时间了 狭小黑暗的空间正一点点的吞噬着他的勇气 带比只能依靠着火柴微弱的光亮观察周围 最让他们紧张的是 两个人都不知道 那个东西究竟会不会真的出现 他出现之后又会做些什么呢 这些未知煎熬着他们的内心 不过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可怜的带比终于听到了一些声音 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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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听到的声音 听到的声音 你以为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我认识了,我认识了 って 什么 什么 跟着 時 黑 好 时 于 овал 送我出去,出去你的 squeeze d me 修路urg RAW 好 догад 說我吃這瓶雅 いい 所以 我走了 吃了一周 最後,我已比方 快 而 我驅舟了令 我要來拆 我到東西 聽我說 不管 沒有 随后戴笔打开了灯 向镜头展示着自己被擦伤的手 那么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是什么惊吓到了戴笔呢 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刚刚的镜头 一只煞白的手从戴笔的身后探出 他抓住了戴笔的肩膀 不过在慌乱之中 这一幕似乎没有被戴笔察觉到 好在相机将其记录了下来 危机四伏的必出一事 有没有激起你的好奇心呢 夜宫浩龙的女孩 从画面中也可以看出 这段视频已经有些年日了 镜头前的这两个女孩在卧室里相聚 或许对于他们来讲 寻规导具的日常生活 以及枯燥的姐妹游戏 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于是二人打算玩一个通灵游戏 风法与东方的笔线仪式略微相似 他们手中的戏棍 成为了与鬼魂沟通的桥梁 游戏很快就开始了 不过女孩们似乎高估了 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胆量 咋indi Charlie Charlie 你在一起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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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小小小,放了皮 妹妹妹,把手摔住了 charlip扶是可以獲得到你的手 玉琦你的手摔住了 我真的摔住了 我摔住了摔住了 我答案是 你把手摔住了 女孩们手中的木棍出现了些许的移动 看上去并不像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当然最无法被忽视的镜头 要属于那个角落中的玩偶熊 在还没有被女孩们察觉到时 他已经多次移动了自己的身体 甚至在视频最后 他直接倒了下来 女孩们则尖叫着跑出了卧室 对于他们来讲 或许从那天开始 玩偶熊将不再代表可爱了 目前无法找到这段短视频的最初拍摄者 看上去他是在邮轮上被拍下来的 画面中可以看到 许多人趴在窗口上向海面望去 那里出现了 大概会令他们今生难忘的景象 从画面中看 这个物体非常庞大 压迫感十足 从海面上激起了巨大的海浪 甚至他的全部身体都还没有露出 无法想象海面下面会是怎样的景象 不过这一幕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熟悉呢 许多观点打句道 他与哥吉拉是如此的相似 不过这种巨大的怪兽 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 当然最合理的解释是 这是一座冰山版的物体 也有人称这是CGI的画面 总之 虽然关于这段视频的讨论 众说纷纭 但是有一点是让大家一致认同的 它真的足够让每一个人都为之震惊 火星上的飞碟 这张在网上引起热议的照片 据称是美国宇航局的火星探测器 在火星表面拍摄下来的 如果不是仔细观察 可能会忽视掉一个照片中的细节 请注意远处的背景 一个未知的飞行物正位于空中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黑色的斑点 但是将图像放大后 出现的一幕却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了 这个物体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黑色斑点 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飞碟 不过关于这张照片的详细信息 目前处于缺失的状态 它是否真的来自于美国宇航局 还需要划上一个问号 如果一切都属实的话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火星上出现过外星技术呢 再来自于美国宇航局的码塔 所以 happy to meet you 还不及美国宇航局